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空中流暖器的使用 首先第一個 因為 除了說你只有一個Google帳號 如果你有兩個三個怎麼辦 有的人 比較喜歡申請多個 第一個可能他比較多的空間 對不對 第二個他可能公司要分開啊 因為我們現在如果你是Android手機 至少你那個 手機買的時候是不是就有一個 對不對 第二個 如果是辦公室要用的 你應該不希望跟你的私人混在一起吧 因為萬一比如說你可能調離單位啦 人家就說你的帳號留下 那你是要朋友留下還是要 就很麻煩 所以通常我們還是要把它分開 那麼如果說你是這樣的情形的時候 我有多個帳號的時候 你要怎麼切換 你看如果我們用IE的話 IE的話你就一個帳號你假設這邊登錄就一直用了嘛 那你就要看另外一個 很多人很 很努力喔 就來這邊按登出 再按登錄 然後看好了 然後再回來 這樣很累的 所以現在呢 其實 有兩種方法可以做 兩種方法可以做 第一種最簡單的叫做 其實就是我們在這裡 這個 叫做無痕模式 無痕模式 無痕模式 那這個呢 所有瀏覽器都有類似的功能 IE 它叫做 implied IE在這邊 安全性 有沒有叫implied瀏覽 有沒有看到 安全性這邊 這個 那你點進去呢 它就是說 在這種模式之下 它不會幫你記錄 就是會跟你原本的帳號 那個分開的 就是它不會幫你記錄你的所謂活動記錄 那這樣的話呢 你可以用不同的帳號登入 假設你是同一個服務要用不同帳號的時候 這是IE的方法 那麼如果你用的是 我們的這個Google的Chrome的瀏覽器 你看一下 原本平常我們上面是長這樣 有沒有 就這樣子而已 可是呢 你看一下我剛剛另外 這一邊的 有沒有發現這裡好像有多一個什麼 有一個 偵探在這裡 不一樣 這叫無痕模式 那 功能跟那個一樣 跟那一樣 那怎麼進去呢 您從這邊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人 哇 點他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做 進入無痕模式 但是呢 這種方法 通常就會只是用 比較臨時性的 隨便臨時性的 我要 暫時切換到 另外一個帳號 可是我現在這個帳號有登入了 我不想要用 那我就暫時切換過去 可是 如果你比較 照數就是比較長時間使用的 比如說有的兩個 三個 四個 那老是要切下去 就麻煩了 所以呢 你可以按 切換使用者 有沒有 在這邊的話呢 你就可以把你比較 常用的 賬號 你拿這邊 有沒有一個叫 新增使用者 對不對 這是我第一個 然後呢 你可以再新增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那麼下次的時候呢 你就會像我們剛剛所看到的那個畫面一樣 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我的 在這邊 切換的時候就有好幾個 對不對 我就看到 今天我想要用哪一個帳號 我要進去的 我就 點進去一下 他就會一樣的方式 他就用新的 視窗幫你打開 這樣子 你就 不用老是在那邊出帳號密碼 那你要 他也會幫你記錄什麼 你的瀏覽記錄 而且有一個很重要的 有一個很重要的 你在 這裡 設好之後 假設你家裡面要登錄 他會幫你同步 比如說我在辦公廳 或 哪個地方 你自己比較常用的 Notebook上的 找過哪些資料 還有呢 你去過的網站 瀏覽的記錄 當然你可以自己的電腦 比如說你的帳號密碼 要不要一起同步到那一台電腦去 這樣子的話 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在 非所謂的固定辦公室的地方 我要用是比較好用 有可能我在家裡 我也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子 去做 這樣 這兩個 一起講 這樣 有沒有了解 了解 所以 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 看到一個很重要的 哪一個 是網頁內容的說法 你家 這個一定要會 一定要會的 因為這個的話 不會 可惜了 因為螢幕那麼大 總是要善用一下 那再來就是 你會發現 我們一般的IE都會有什麼 有沒有發現都會有比較熟業 對 在這裡 一間 一間房子在這裡有嗎 請問Google 可控有沒有 火鍋預設有沒有出來 對啊 月薪的瀏覽器 他們現在都不太希望讓人家看到 你看我們在這邊 在這裡有沒有一個 有沒有房子 沒有對不對 對啊 所以有的人就會 有一種情形 我怎麼找不到家在哪裡 請問你們平常 你首月都設哪邊 會設自己單位的儲存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除非說 除非你是用公共電腦 那是有可能 但是 一般來講 通常 我們一般調查起來 台灣大概現在是設兩種比較多 一個叫Yahoo 對吧 因為看新聞 大家現在都沒訂報紙 所以順便 第二個是設什麼 Google 對不對 但是我們當不是 我們當是第三種 我們當是設這個 這邊 這一個 這 MSN 因為現在入口網站大概就主要是這兩家 你說中華電信有沒有 有啊 但是你會不會看中華電信的不會嗎 那是 裝ADS 去你家的時候 第一次而已 你打開看到 你裝好為什麼把我換掉 然後馬上就換回來 對不對 所以 但是呢 因為 這個地方順便跟各位提一下 有一個資訊可能大家要知道的 平常大家應該都有上Yahoo的經驗對不對 Yahoo已經沒有在做收據你知道嗎 蛤 你不知道喔 來啊 那哪家 來放大一點 欸放大 快速鍵 有沒有 方便很多 大 電腦 螢幕的 就那個 好 比如說我們要找 這樣好了 好 你找 好 重點不是在這裡往下走 請問有沒有看到Power By什麼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但是他真的不是他們家做的 病是誰 就是我剛剛 不是Google 不是Google 是微軟 微軟的收據請教病 這個 人家他好不容易 去年有英語了 你覺得有沒有看起來跟哪一家很像 他有一個不一樣的是他有提供底圖的功能嘛 對不對 但是我們找看看喔 一樣是育成中心對不對 好 好 這樣對不對 我把它擺這一邊 欸 Win7之後可以 可以這樣擺 各位應該知道嗎 知道嗎 視窗可以分兩半啊 不知道沒關係 等一下就知道了 來 一樣的內容 因為我們螢幕過大我可以玩這樣給你看 來我把它拿出來 好 這個 跟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這我把它關掉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不對 這是雅呼的 請問這兩個看起來有什麼不一樣嗎 看起來好像都一樣對不對 因為微軟打不過就加入 對啊 你看 如果我們把這個拿掉 把這個 拿掉 你不覺得 除了Logo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嗎 還有一個地方不一樣 這裡 這個地方 因為那個Google的 糟糕 被我關掉 Google的底線在下面 它在上面 就這樣 這樣有很不一樣的吧 所以兩個明顯不一樣的地方在那裡 所以 其實蠻建議各位就是 收訊情也不要只看Google 畢竟Google 也只是一種方法 你有空的話 你試看別的收訊情 那我只是要跟你提醒一下 其實 雅虎真的 他這個是2011年就生效的 他這個是2011年就生效的 就是會用微軟的搜尋 你用10年這樣子 好用10年 那10年之後會不會再回來 應該是不行的 自己都已經做不起來了 10年之後 更做不起來 好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 在這邊跟大家稍微 講一下說 其實你剛剛看到這樣子 在這裡 有沒有 那你怎麼樣去做那個首頁的圖示 我們回到原來這邊 首頁圖是怎麼 找回來 從這邊 在設定裡面 找到這裡 在右手邊 上面有沒有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有沒有 小小的 現在 跟我們那個手機的那個選單都一樣 就找這個地方 有沒有找到一個叫設定 這個 找到這個設定 你把它按一下 好 那進來之後呢 我們往這邊走 往左手邊 有沒有找到一個 這個 外觀 有沒有顯示首頁 很討厭對不對 他就放在這裡 就放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我把它按一下 在Google的設定呢 不像微軟的 都在下面有個儲存 有沒有 他沒有 你只要把打勾之後 有沒有發現 上面房子板上跑出來了 這樣了解了嗎 好所以你如果 還是習慣 就是你想要設一個 自己的首頁的話 你就來這邊 去做設定 那通常 其實我現在比較少 用首頁 我反而 會 利用這個 叫做起始畫面 什麼叫起始畫面 我會用這個 繼續瀏覽 因為我們平常 這個IE也有 IE有這樣的功能 也就是說我今天 比如說我們剛剛看了好幾個頁面 你看我這邊 現在是不是總共有這麼多個分頁是不是打開了 那你可能下次 也許你明天 今天下班了 我就還停在這邊 這個工作還沒弄完 那你明天打開了 各位有沒有發現 你明天開機 或下次開機 是不是又是 開始 又是Yahoo 然後就 看完新聞 就忘記昨天做到哪裡 對吧 所以 如果你把這個地方 勾起來 你把它勾起來 那麼 下次你打開這個瀏覽器 就繼續 回到這個狀態 你剛剛開了幾個分頁 他就繼續開幾個分頁在這裡 這樣了解了嗎 了解了 所以這樣 有沒有比較容易一點 因為你打開就可以隨時在街上 前一個工作階段了 當然你如果真的做完你可以把它關掉 這是OK的 這是OK的 所以 這個部分 跟各位稍微先分享一下幾個 那 我再往下 我順便講一下 這兩個 也是常常大家用了之後 會有問題的 第一個 尤其是這個 常常大家按了 我們有很多地方是有個下載 IE也是一樣 常常有人說 我有下載 但是不知道在哪裡 你有時候有沒有這種困擾 有對不對 IE也一樣 但是呢 我們以前的做法 以前的瀏覽器 比較舊的瀏覽器 都會說 有一個 存檔 那個 跳出來 問你說它存在哪裡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希望 IE也好 或者Google Chrome 也可以這樣子的話呢 你也可以來這邊 在哪裡 一樣在剛剛那個設定裡面 在剛剛那個設定裡面 好找到這裡 設定 好 進來之後呢 這裡沒看到對不對 因為他希望你來 按顯示進階設定 就是這個地方比較討厭一點 他不是在第一個畫面就看到 有沒有 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把它按一下 好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一個下載 預售的位置在這裡 但是 重點在這個 你可以勾起來 也就是說 我只要下載檔案 你先不要直接把我抓下來 先讓我選一下要放哪裡 這樣了解 好那一樣 這個如果你有勾起來 不用按儲存 這樣就生效 就OK了 這樣有沒有清楚了 好所以像這幾個比較大家平常在用 Core-in表演器 比較容易遇到問題的 我們先 在這邊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最後呢 如果你某些 比如說 OneNote我常常用 或者這個 雲端一點 我常常用 怎麼辦 雖然我們知道分頁是可以這樣交換 有沒有 但是如果你常常用的 比如說 電腦 我的瀏覽器打開 我要登錄 公務的信箱 我要登錄哪一個 你每次都 從這邊來用 還是麻煩啊 我問一下各位好的 你還是我的最愛嗎 蛤 真的喔 你有沒有愛很多 有齁 這個好喜歡 納入後宮 那個好喜歡納入後宮 但是到最後你都只愛一次而已 大多數都愛一次而已 除非有某個 你比較 某些比較常用的 公務上又用到的 你才會重新再怎麼樣 跟他 叫出來 大部分你都愛到 不知道愛到哪裡去了 而且 跟人家跑的你也不知道 什麼跟人家跑的 有些網上不見啊 對不對 可是你還是我的最愛啊 你真的有那麼愛他嗎 沒有啊 只是你曾經相愛過而已 相遇過而已 所以 其實呢 你可以把你比較常用的 你看 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比較特別 有沒有一個叫固定分頁 有沒有 固定分頁 那什麼叫固定分頁 你看平常我們上面這裡有沒有可以關掉的 有一個叉叉 固定分頁就是不能關掉的 這樣你就不會忘記他的存在 下次打開 他永遠都會在 除非你把它取消分 有沒有 那這樣子的話呢 他也永遠會怎麼樣呢 擺在最前面 擺在最前面 固定的可以交換沒有問題 但是呢 這個沒有固定的 你就不能跟他換 有沒有 你就不能跟他換 有沒有就擺在最前面了 那麼我下次打開的時候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有勾那個 繼續上一次的瀏覽階段 有印象嗎 我們剛剛在這邊 設定 有沒有勾這個 繼續 繼續繼續 這個在上面 在上面 在這邊 我沒有勾起來 有沒有你如果勾這個 那麼你的分頁就會繼續 你就不用擔心說我不小心把這幾個關掉了 那你要取消當然可以按右鍵 有沒有取消分頁固定 這樣的話 他就恢復原狀 你就變成可以關閉的狀態 這個是我們在 延期 最前面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因為 大多數大家 看網頁沒有問題 但是呢 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要知道 阿姨跟郭文 到底差別在哪邊 我們可以用這個方法 知道 來 還給各位 請你 玩玩看 先找到 最重要是找到那個 右上角那個設定 因為他所有的那些設定 主要都在那邊 包括你下載的位置 你的首頁要不要閒置出來 還有一個我們剛剛看到很特殊的 就是繼續上一個瀏覽階段那個 那個部分我是蠻建議各位可以試看看 因為 我們工作總是不可能每次都到下班時間 剛好做一個段落就結束 那你可能明天要繼續的 或者是可能下午要繼續的 那我中午可能電腦關起了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這種方法 把 你的工作階段留下來 這樣就比較容易接得上